十一場假期剛結束 青海省能源發展集團副總經理曹大嶺落馬 因債務違約 青海省投資集團今年6月宣布破產重整 分析指背後的貪腐客幕不言而喻 10月8日 中共中紀委官網緩引 青海省紀委監委消息通報 青海省能源發展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黨委委員副總經理曹大嶺涉嫌嚴重違紀違法 目前正接受青海省紀委監委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簡歷顯示曹大嶺 2010年11月至2016年6月 兼任青海省木理梅業開發集團有限公司 青海省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這亦意味著曹大嶺或與被稱為 《青海版巡領別墅案》的 《青海8億非法採媒案》離不開關係 青海省是曾慶紅石油邦的一個重要窩點 位於柴達木盤地的青海油田 是青海、西藏兩省區重要的產油、公油地基 江派2號人物曾慶紅作為石油邦幫主 在青海長期經營 青海8億非法採媒案前後跨度長達14年 其間五任青海省委書記 包括趙樂際、強衛、駱惠寧、黃國生、黃建軍 均有濃厚的江派背景 曹大嶺一開始是水電部門任職 但至2003年6月起長期在青海省政府下屬 金融投資集團任職 歷任青海省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財務資金部經理 青海省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副董事經理 兼青海省金頂貸款擔保有限公司董事長等職位 值得關注的是曹大嶺進入青海省政府下屬 金融投資集團正直蘇榮、趙樂際主政青海省之際 趙樂際主政青海省期間 曹大嶺一直擔任青海省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副總經理 前後長達5年 強衛、駱惠寧主政青海時期 曹大嶺2008年2月出任青海省國有資產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隨後一直任職到2018年9月長達10年 2020年6月22日青海省投資集團公告稱 公司於19日收到西陵市中級法院 送達的2020稱01破新3號民事裁定書及相關司法文書 西陵中院裁定受理債權人對公司提出的破產重整申請 並指定青海省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清算組擔任管理人 具體開展各項重整工作 同日青海省投資集團 還收到下屬16家紙公司告知書 並指定各紙公司清算組擔任管理人具體開展各項重整工作 早前6月18日青海省投資集團公告稱 債權人以公司不能清償到期債務 並且明顯缺乏清償能力為由向西陵中院申請對公司進行重整 2020年初青海省投資集團8.5億美元債違約 牽開債務危機的一角 1月10日青海省投未能支付到期的3億美元債券利息構成實質性違約 同時觸發另外兩筆債券的交叉違約條款 債務違約後 標普在1月份的評級報告中表示 將青海省投資集團的長期發行人信用評級 以及公司優先擔保無債券的評級從 施施施減下調至D 標普指 青海省投資集團沒有足夠的財務能力及時常還其債務 同時也不認為青海省政府會及時提供支持 以幫助青海省投履行其義務 時事評論員李燕銘分析 江澤民曾慶紅主政時期提拔的政治明星趙樂際主政青海期間 以托青海省匡產資源同步組建 改制青海省國有資產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及青海省投資集團有限公司 並在時任商務部長薄熙來的幫助下設立合資公司 引進外資 曹大領能在這兩個機構長期擔任要職 替趙樂際等江澤民集團人馬操控前代指 凸顯其身份背後不一般 而近千億資產的青海省投資集團違約破產重整 背後的貪腐客幕不然而遇